TVB最帅男艺人马国铭系老李吵了!因on call和使徒二打响知名度的他,居然待在无限十年了!网惊,以为他是新人Tim。 撇除一线小声不说,这个男佩可说是TVB里最帅的男艺人了!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,小编的确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有一种,天啊!TVB竟然找到那么帅的男演员! 本来以为只要好好锻炼演技,总有一天会爬上男一,再大爆红。很可惜,这个画面可能遥遥无期了,TVB陆续有一人离开,季郭静安,赵永红,近日又有一位男艺人要离朝。相信有看过使徒行者二的,都一定会知道他是谁。 他在无限电视剧扮演的都是一些配角。 2017年,他与苗乔斐、陈豪、轩轩等合作出演的警匪剧《使徒行者二》播出。 他在剧中饰演刑事情报科独查朱志斌,饰演黑警获得好评。 2012年,他因出演剧集《Oncore》36小时的张一康一角,饰演马国瓶的藏障弟弟一角而让观众留下印象。 魏俊浩毕业于第23期《无限议训班》,同班同学有杨朝凯、罗军满等人,2009年开始加入TVB一拍剧,曾先后参与多部剧集演出。 近日他在出席电影《开境仪式》时透露,已经离开了TVB一段时间,未来将积极往电影圈发展。 因为在无限差不多十年,想做一些不同的尝试,可能会有好的发展。 问他会否签约其他公司,他透露暂未有安排,得再看看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